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装修、装潢的知识 了解装潢费用、装修预算、装潢报价单、参考室内设计风格 如果你想了解装修、室内设计的大小事 你可以在右下角免费订阅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发问正在困扰你的问题哦 欢迎来到装潢预算开箱 融合卧榻收纳的简约设计风 请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更多设计风格不要错过 踏进这个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墙上LED灯饰 这些灯饰设置成现代造型的图案 结合了基督教的符号和象征 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个设计的灵感源泉 屋主希望能够在家中营造出基督教的氛围和精神 并将天花板搭配圆弧间接照明 为整个空间带来一种神圣而温暖的感觉 电视墙的格栅造型是这个设计的亮点之一 格栅的线条和间隔结合了几何元素 形成了一种结构分明 规律有序的视觉效果 与一旁的卧榻设计形成了统一的视觉风格 为客厅带来了一份现代而独特的氛围 这种设计不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觉焦点 还为电视周围的墙面增添了立体感和层次感 靠窗的卧榻设计不仅能为客厅增添一份雅致 还能充分利用自然光线的优势 这样的设计结合了彩光和圆弧形幕做造型 这种特殊的造型设计不仅增添了空间的艺术美感 为室内营造了一种温馨而舒适的氛围 主卧室的设计是为了营造一个舒适 使用且具有个人化特色的空间 其中系统柜被选为衣物收纳的解决方案 旁边则增设了女主人的化妆桌 同时充分利用一旁的空间增设层板 方便收纳女主人的化妆品等小物 让她的工作区域保持正洁和有序 系统柜设计对于衣物收纳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让衣物更加井然有序 床头柜是采用上纤式收纳的设计 它提供了一个隐藏的空间 可以放置平常用不到的棉被和其他大型物品 这种设计不仅节省了空间 还为主卧室提供了更多的收纳选项 同时加上LED条灯的点缀 为床头区域增添了柔和而温馨的照明 营造出一种放松和浪漫的氛围 主卧室为予采用铝框拉门 铝框拉门以其耐用性和易于清洁等优点 成为现代家居中流行的门窗选项之一 在小孩房中 梁柱会对空间的布局和使用造成一些限制 透过将系统柜结合在梁柱上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梁柱的空间 并且整合系统柜的功能 例如衣柜、书桌和床头柜等 这样一来 可以避免梁柱对床的影响 我们可以设计床头柜 接近主卧室的设计概念 选择上先是收纳的床头柜 同时在床头柜上增加间接照明设计 让小孩有舒适的睡眠环境 除了解决功能性问题外 我们也可以注重房间的氛围和美感 在现代家居设计中 厨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而莫兰迪兰厨具的选择 为厨房注入了一丝独特的魅力和风格 结合木地板的温暖色调 营造出舒适宜人的厨房环境 鞋背式排油烟机增加外观上的美感 不仅有效地排除油烟和异味 还为整个厨房增添了现代感 厨房的后方设有储藏室 室外的系统柜增加额外收纳 充分利用了空间 储藏室的门采用白色铝框拉门 与整个厨房的设计风格相协调 同时也带来了明亮和宽敞的感觉 餐厅柜体的设计充满着现代北欧感 搭配调色花砖 增添一丝活泼的氛围 北欧风格的吊灯线条简洁 为餐厅营造出温暖而舒适的照明环境 在柯域的设计中选择了防水模石砖 为浴室注入了一丝自然与时尚的氛围 墙面上选择了流行的莫兰迪蓝色系二丁挂 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 马上从下方连结留下资讯预约帐梁 我们提供免费帐梁服务 并留言您想看的设计风格 保护与拆除工程十五万一千元 水电工程三十六万六千元 卫浴与厨具工程六万五千元 泥座与防水工程三十万零两千元 木座工程四十万零两千元 金属于铝窗工程三十七万七千元 粉刷工程十六万三千元 清洁工程三万三千元 其他工程四万三千元 三十年老屋 在二十六平的三房两厅的空间里 规划出不同的特色 适度地利用材质特性 营造出更好的效果 例如铝框玻璃拉门的透光特性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整个家庭的收纳需求 城市工程专职统胞工程 可一业主需求规划出实用与美观兼具的装潢装修设计并统胞施工 从室内设计 装潢装包 住宅装修 新成物设计 老物繁星 商业空间规划 室内装修许可等装修大小事 从一般规格品到特殊客制化产品 到安排特殊材料或指定品牌材料施工 城市工程均能配合服务 每案报价一平数 屋灵屋矿 用裁股有所不同 实际依照个案报价为主 计划可等装修转价格 先计划 行词 文字 依照 词词